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不知道 可以说吧 大家好 我是拿破仑 谢谢你点击进来观看这个视频 这一集呢 我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街友 为何他们会成为街友 他们到底 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还是被家人抛弃 好我们就去现场 喂问看 你这边有多少钱吗 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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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的朋友说好吗 留家怎么你这边躲过 我那小孩 一人难听 去我们看他跟教华 我们这种谈到不来 我是从来大小孩 从来的 大小孩 我给你们看 是你们看 一不开 有点 就是 只在大小孩 我告诉你 我 因为 我 还有 川 还可以先来丢一张 买丢一张 感觉好 它是一式教会的吗 应该是卫理工会的 我自己教的 只要到我就是住了一份的地 今天有四香面包 我去他店了 拿房子我还要拍一个照给他 拿到这里爱心宾出 这些房子是谁给的呢 他们也是卫理工会请一个 卫理工会出工钱 然后就拿过来 我叫陈隆明 我一开始就接了 多多五千年了 以前是因为我在那边做工的 然后在那边有人要请这些 管理自己接邮了 就是说能帮忙就多 就帮忙一点咯 然后就接咯 之前的教会的人有跟自己接邮讲 要过来这里拿饭 这些接邮已经换很多批了 之前比较久的那些都没有看到的了 有的是去世的咯 有的应该是已经进那些 也要老院啦 还是福利部带走了 就是说他年龄到了老人了 所以就算不去 那那些年龄还没有到的就会在这边 有的他们是不要进去 有的是他们比较年轻 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工的 他们是很多不要去做工 不想要做工 年轻的时候 赚钱赚这样 老实在年纪大 钱怎么花完了 家里也没有儿子 有的是儿子他们管他们 不是说没有地方住 有的是有地方住的 有的是一层群 有的是分开的 有的是分开的 会安的 有时候会吵架 大家在这边不会啦 我会去 他们如果真的打架到我 我会去骂他们 以前是一般人辅助站比较多 我现在变成华人站比较多 我们也不能够可对他们的身份 你来 我们觉得你可以拿 我们就给了 就给你了 年纪大的 或者是比较长来的 我们先给咯 然后你们那些不长来的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 就跑比较后面咯 会剩饭的话 我们就给你咯 不剩的话 有面包的话 我们就给你面包咯 保黎牧师 他是负责馆这边的咯 因为他很少在世古 是另外一个地球馆 是明龙 除了我们有什么事跟他讲到 做比较多 然后卖不完 他能给咯 他就给咯 其实那些面包也挺新鲜的 然后这边 我们现在教会 他有十多个咯 像是什么 幸福园坛咯 福园坛咯 还有威士尼坛咯 还有平安坛咯 每个月有一个人 负责不一样的咯 毕礼学院咯 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帮忙 因为这边 他现在这边这个地方 就是市议会赞助的咯 本来是在房间里面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的 不一听你讲 是全部围在一起 很危险 这样子 然后就不给他们进去 请愿给他们做到外面 他们这样分开分开 还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有些 有个人讲 尽量不要拿钱 那食物啦 比较好一点 你要去做工 工钱不够压力 但我们帮你解决一场 对 让你的负担变小一点 不要让他们有依赖这边的 让他们记得去找工作 最好是干两类的 如果你像那些 熟熟食的话 他不耐放 他很容易坏 新银行也是为你公会的 你们自愿的啦 你们要有面包 就拿面包来咯 其实你哪来我们都会熟 四五十岁的人 会变比较多一点的 因为有很多人失业 觉得人越来越多 喜欢人越来越少 于是呢我就跟几个朋友一起 筹年款 然后我们去买钢粮 送去给这些街友的负责人 好啦 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依然有这些钢粮 可以分给他们吃喔 谢谢我这群朋友 他们自称为男人帮 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他们也希望为社会 做出一些贡献 做这种所谓的 帮助社会啦 帮助社会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能力有限 也不能搬到多少 能做的就是这样 好 这一集的Vlog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到我的YouTube频道 点个赞 或者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你的支持 拜拜 我们下集见